榴槤? 因為試過一次就永遠都記得那種味道 巧克力 因為應該是甜同苦 是不是? 都不知道 我沒有初戀 算是初戀 不是說真的 都會記得 然後 每次有人第一次都會很深刻 有人第一次去駕車 第一次去做其他事情 他是我初戀 但我不是他初戀 初戀會給一整個心機 下去對一個男生好 所以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放下 一定一輩子都記得 我覺得初戀是很難忘的 因為應該會很甜蜜 男生初戀最著重是 吃不吃到那隻豬 所以男生會重視初戀一點 是不是這個意思? 男人是會想著初戀多一點 男人多數長情一點 然後會想得久一點 男生是偏真一點 以前的事情過了 如果你現在沒有擁有 就會美化那件事 即是有一種很清潔的感覺 不像一些女人 女生一拍拖之後 通常就很像男生 沒有那麼多時間會想著 不是的 女生很介意以前的 黑歷史 有什麼過去的 都會拋起來 很糟糕的 看以前的日記 真的要收起來 女人都挺記仇的 你昨天有沒有說過 有一個Good Morning 應該會當著你一輩子的 那些 現在那個最好 那當然是現在那個 你能亂說話嗎 當然是現在好 怎麼會想回去呢 第一次比較貪玩 未當是認真 所以現在是認真的 這次是來玩玩 是 她才是最難忘 你才是最難忘 既然是最難忘 我們是這次 我們是威拼 第二次